林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 一天傍晚在她回家的路上 碰到班上的四名女学生 她顺路送他们回家 没想到第二天发生了可怕的事 其中一名女学生赵婷在河边被人发现了尸体 作案手法十分残忍 林文被认定为头号嫌疑犯 警方在课堂上带走了她 学生们一片哗然 林文在新女友和女儿的注视下 上了警车 警察对林文进行了一番询问 但因证据不足还是释放了她 重回学校工作的林文遭受到的是 同学们的非议和赵婷家长的质问 校长让林文休息一段时间避避风头 林文的新女友也对她产生了不信任 这让林文很是失落和愤怒 女儿在上学时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还被同学打伤住进了医院 家里也被砸得稀巴烂 在生活中经受到他人满满的恶意后 林文决定自己寻找凶手 还自己一个公道 她来到案发地点附近 从一些农民工口中得知 有一个叫李瘸子的大叔经常在这一带放羊 或许她知道一些线索 林文找到了李瘸子 并从她口中得知 那天她确实在树林中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还看到一个人影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离开 随后林文去找那天和赵婷一起的女同学询问一些细节 然而没有头绪 反而被她的家长打伤 不放弃希望的林文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这次她发现了那辆可疑的黑色摩托 一个戴头盔的车主缓缓走过来 突然将林文推倒 然后逃离 林文追了上去 但还是跟丢了 林文断定凶手就是她 林文的母亲被感压力后离开了人世 林文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了 然而不知道是这样悲惨的人生让同学们感到同情 还是老天有眼 那天与赵婷同行的同学给林文交代了 关于之前他们碰到被辞退的变态楼管的事 原来之前的变态楼管因为头女生内衣被辞退 赵婷正式指出她变态行为的证人 此人名叫韩正龙 林文在学校的档案室里找到了她的资料 还查到了她的住址 林文根据住址找到了韩正龙 在她的院子里还看到了之前的黑色摩托 韩正龙不由分说 与林文争执起来 企图取林文性命 两人扭打了一番 林文击中了韩正龙的腹部 真相大白后 韩正龙从中不迫地摘下了面罩 不一会儿 闪闪来迟的警察将她押走 林文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与单位朋友相处甚至融洽 她心中感慨还签 却也说不出口 一天下班后 她准备开车回家 却看到自己的车上被扔满了一把 凶案都结束了 真相也大白了 但谣言还没有消失 谣言的确很可怕 但比之更甚者 是人性的冷漠与黑暗